叙利亚政府军的炮兵在支援行动中动用了苏联上20世纪40年代初期设计定型 1943年正式装备部队的M160型破级炮对极端组织进行攻击 该破级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炮之一 M160型破级炮的重量约为一吨半 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长度位3米左右炮管让它采用了炮尾装填 几年的战争让叙利亚政府军缺乏重型武器 而M160型破级炮这个时候就起了作用 而究竟有多可怕只有极端组织才知道 目前叙利亚政府军的仓库里保存有大量M160型破级炮使用的弹药 此外伊朗也在生产制造 据军事专家介绍M160型破级炮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多次作战行动中发挥出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战时M160型破级炮采用卡车牵引方式行军速度为每小时50公里 M160型破级炮使用的弹药重达41公斤 作战时它的射速可以达到3发分 这对极端组织的攻势有很大的杀伤力 加上射程超过了8公里 虽然是70多年前的武器了 但也备受叙利亚政府军喜爱 作者阿姆斯壮 2 1 2 2 3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